记者吴博轩台北报道,赤青大学上午经传见解案,一名大三男学生疑似感情因素,持力气刺伤另一名大二女学生当下遭目击者制止并扭送警局,儿女大生经送医后已无大碍,校方后续将启动辅导机制,规划情感教育,校园安全等内容,协助师生处理。 赤青公共事务长叶一章表示,事件发生约在上午十点上课前,校内十五楼三楼教室,两名不同科系的大三男生与大二女生发生纷争,男学生以四持力气刺伤女学生,而当下教室有助教,一旁也有其他同学,立刻冲上弦将两人分开,女学生因受伤而被紧急送医,男学生则被制服后送医。 叶一章说,女学生经送医治疗后,目前伤势稳定已回家修养,其家长闻讯则坚持对男学生提告,而男学生则在警方派出所进行征讯笔录,案件走入司法调查,校方后续则将针对事件量造,目击者等进行后续心理辅导。 在情感教育方面每年都有例行活动,今年也特别增加校园安全规划,判给师生适当协助。 德勤